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最近不是下禮拜好像就 傅崑奇要帶了好幾位 國民黨立委出國嘛 是 然後聽說最近也有 政府官員要出國 結果黃國昌咆哮了 誰敢給我出國 回來等著喬 我們來看一下 孔宇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那他為什麼不去跟傅崑奇算帳 傅崑奇他大哥耶 對啊 然後 這個就俗辣嘛 對 然後碰到大哥就縮起來 你的批評好直接而尖端有力 可是我喜歡 傅崑奇 說要帶20個 國民黨立委去大陸訪問 而且這很好笑 日記挑得很好笑 他哪一年365天 他哪一天不挑 他就挑一個時間 4月25到4月28 你知道中間第二天 那通常第一天行程都是 上飛機吃飯睡覺 對不對 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重點的會議會發生在哪一天 4月26號 你哪一天不好挑 你挑4月26號跟對愛的人會 4月26號是什麼 426啊 426是什麼意思 對 不要逼我 你再裝就不像了 對 那你就不知道台灣人多喜歡玩結諧音梗 對啊 諧音梗 自尋死路 你何必呢 然後 你現在是在會期中 會期中 然後呢 這個傅崑奇 你請問你國民黨黨團 你不是要擋這個法案 要擋那個法案 要什麼通過反滲透法嗎 那你 你現在通通都跑出去了 那 然後被人家 這個突襲就怎麼辦 然後 富規旗就繞狠話了 你民進黨不要給我突襲啊 那 不要給我偷襲啊 那 偷襲我 然後我回來就整死你 那 這種口氣是什麼 花蓮王的口氣嘛 那 此山事我開 你敢弄我 我就弄死你 可是 這樣子的事情 你會不會讓 這個 很多人 根本就看不下去 而且 你 這個 他這個政治動機 大陸的 那個流亡海外的網紅叫 袁紅斌 袁紅斌 袁紅斌就講說 前幾天都在那個 接受訪問就說 在馬席二會後 有三樣事情一直出來 那大家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 他的 就國民黨的發言人 那 夏立言 那跟媒體查緒的時候 說什麼 那 他說 那 然後大陸想 習近平想要透過馬英九 傳達中華民族 還有 兩岸一國 嗯 的意思 兩岸一國是比兩岸一中 還嚴重 對 那 兩岸一中 你還可以說是民族 嗯 然後 但是一國 你就法理統一了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然後他先扣了一個帽子 第二個 拉國民黨大批的立委去 那國民黨的立委 他號稱二十個 事實上他也 那 聽說到現在只有五個要去 所有的選區的 每個叫做問過去 我 行程 我不去 所有 要選舉的人都知道說 這個東西不能碰 對不對 第三個 那 動作是什麼 修反滲透法 為什麼要修反滲透法 他要放寬 中共 在台灣 搞組織 搞 間諜 搞情報活動 各種方面的 這種限制 讓大家 去除他們的心理恐懼 這樣子他的 敵後工作才能展開 所以 我覺得這件事情 傅崑奇 這個老朋友 但是我希望他稍微深思一下 你這樣子弄下去 這個恐怕是害人害己 然後黃國昌呢 有勇氣一點 那個該罵了你就罵嘛 對不對 你不要一看到大哥在那 你就 聲音 哥 你知道黃國昌現在有個編號嗎 是 7382 7382 7382 可是坤 那你覺得他會有勇氣嗎 沒有 現在好像 立法院的事情好像 柯主席不管了 因為 最近不是在 也要在吵著修反滲透法嗎 賴清德說影響國安 記者去問柯文哲 換了以前的柯文哲 他一定是搶著回答嘛 對不對 這個我們沒有在立法院 應該去問黃國昌啊 網友說你不是每週二五到立法院上班嗎 所以柯文哲現在不去立法院上班了 對 現在 他可能還是去啦 但是他現在 發現 所有的事情不如他的想像 所以他現在應該還在沮喪期 悲傷五階段 對 悲傷五階段 他還在沮喪期 一直走不出來 一直撞牆 他現在其實是一個撞牆期 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定位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發現 尤其是在賣療 這場仗大輸之後 大家笑他 他也是笑到心裡面去了 居然你下去 long stay 什麼 九天 結果一天要掉一百票 對他人生的刺激 這一輩子成功的人 刺激實在太大 所以他這種悲傷沮喪 懷疑自我 各種的症狀都出現了 所以他現在什麼事情 這種麻煩的事情 我就先丟給黃國昌去處理好了 好 那個他自己有一點 這個不知道要怎麼辦 然後他也不知道下一步在什麼地方 我這個黨主席留在這裡 到底有什麼意義 到底能做什麼功能 他發現他是沒有功能的人 其實這些事情在 這個民眾黨 一開始說那個黨主席要天天去 黨團上班的時候 我們就講說不用很久 第一個會期 以後他就知道 那個黨主席根本沒有用 你天天去那邊上班 誰聽你 立委會有當一當 他就會有自己的自主意識 現在這個狀況就表示 民眾黨黨內恐怕要出問題 好 剛剛空譽講到袁宏斌 跟大家透露一個小故事 袁宏斌跟習近平是同學 他們倆還打過架 誰打贏誰打輸看身材就知道 袁宏斌大概180嘛 對不對 習近平跟馬英九見面穿個恨天高 也不過跟馬英九一樣高 所以誰打贏誰打輸就知道了 就早上班了 我們選擇了